大家好我是PonBone 本部片繼續來玩一下一世界集交傳說 這一次的活動是從7月5號的凌晨開始 到7月11號的凌晨 總共是為期一個禮拜 舉辦了雲記憲的畢業紀念限定占卜 這一次活動相關的角色啊 就是我們這幾個台灣的知名VTuber 他們這邊是要即將畢業了 這邊的話是舉辦了相關畢業紀念的活動 原先啦我之前看了那個官方的活動排程 聽說應該是晚點要推出的 因為這一次我們相關的這幾個VTuber 還沒要畢業了 所以這一邊我們遊戲的話是直接舉辦是說 你直接用金幣占卜的方式 也就等於是說你是直接用無課的方式 可以抽到相關的角色 算是真的是佛心官方好嗎 未來一世集交傳說他也有其他相關的一些限定的活動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稍微就是值得期待一下 我這個遊戲我自己的話是有課幾個小的禮包 算是小小的支持 主要其實我也並沒有把所有角色超好充滿 因為我們每個角色你的技能等級要練上去 真的花了不少的遊戲金幣 搭配現在是在周回的情況下 就是因為主線現在只開到第五章嘛 遊戲的話他也還在製作 就是新的章節這樣子 所以現在的情況下的話 就變成是你可以配合每天的周回 然後來刷素材或者是刷金幣 然後把你現有的角色慢慢列上去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就算是一個輕鬆玩這樣子 好啦那廢話那麼多 我們就直接來開抽吧 待會再來看一下相關角色的技能 目前的話抽的話 他是說是必須要消耗50的金幣 這邊確定 好我們這邊直接獲得了 金幣的素材 詳細金幣其實他給的蠻多的 所以等於你這樣抽下去 你根本就是抽到金幣也是賺的吧 頂尖的證明這個是你的那個角色 如果要 提升到我們最後面的CD 就是CD要灌滿之前 你必須要拿到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他也是需要抽的 因為這一次他是金幣的嘛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全部抽到收滿吧 什麼 我只是照著順序抽 就真的給我這樣子喔 沒事慢慢抽慢慢抽 反正最後面我都會把他抽光的 因為是金幣抽嘛對吧 我剛剛遊戲卡住耶 結果我就直接抽到了神道營火 我沒有動畫耶 卡住了卡住了我的天 好 限制證明 絕省時 繼續按繼續按 這邊的話 直接給他快轉下去 喔我這邊也卡住了 只要卡住就代表我抽到角色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子沒錯 OK確實我重開了遊戲之後 我抽到了瑪格麗特 這邊就直接把他按一下 感覺快了 感覺又要再重開一次遊戲了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啊之後 各位玩家看到影片完成之後 他動畫應該是修好的 有沒有還有卡住了 我再重開一次 OK重開遊戲之後 確定我們這邊拿到了這個李李琳蘭了 所以我這邊全部就把他抽完 接著來看一下相關角色技能吧 首先李李琳蘭這個是固定版面的轉成法指令 不過他這邊OK三部以下的技能減一 這個就是一般被動的效果 但是他食物鏈精這邊要特別注意 他是消除木指令喔 木指令6個以上 自身攻擊力提高2.7倍 但他主要是法指令的角色 所以其實他的這個玩法的話 他是消除不同的指令 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在自身技能可使用的狀態下 自身攻擊會提升喔 這算是小額的增傷 然後在進入Boss關的時候 全都會有50%的防禦減少一回合 那這個東西應該算是 比方說如果那個王可能進場的時候 那這邊的話是一回合的話 你的首次的話算是不錯啦 但目前的話感覺看起來他算是 紀念性質的功能卡 因為你要 你是一個法指令的角色 但是他主要的話 你是必須要消除木指令 你才會提升攻擊力喔 這個的話應該要搭配其他牧師系列的角色 然後來搭配配合來做一個增傷的環節 接著我們這邊看一下瑪格莉特 瑪格莉特一樣 這個技能的話他是固定的版面 然後再來這邊是要消除5個木指令的話 自身的恢復量會提升 OK他這個的話是剛剛好的 就是 本身是木指令 那你又消除 以上的木指令 它會提升恢復量 這是完全是合理的狀態 其實瑪格莉特應該算是一個不錯的補卡 認真來講 但是牧師系列的角色 他會 有轉成對應的那個相關的指令 所以其實牧師系列應該還是會比這張卡強 這個的話是目前比較雲的推測 因為我自己是有練那個牧師系列的角色 接著的話是看我們的神道櫻火 神道櫻火他這邊是要 他這邊一樣是法指令的角色 但是他是必須要消除 欸他這邊是寫什麼 木指令跟劍指令 應該影片推出了之後 這個應該會改一下啦 因為他主要技能的版面是劍指令跟法指令來做 轉換的嘛 但是他這邊是消除 好我就假設他是劍指令好了 如果他是劍指令 自身提升2.5倍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算是蠻合理的 因為他本身的話他就有轉額外的劍指令 只是如果他是消除劍指令 那搭配他的技能一波爆發 額外提升2.5倍完全合理 所以目前的話應該只有李李琳蘭的這個紀念卡 的那個技能可能稍微有點特別 其他的話如果他這個是劍指令 那完全是合理的 那到時候看吧 如果是木指令的話就要搭配其他角色了 OK然後再來講一下我自己 目前的隊伍的狀況 因為我前面會說其實這個遊戲你不需要先把它直接刻爆 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邊比方向我的愛雷塔好了 我愛雷塔這邊 因為他這個是那個天劍的繼承者 王城系列天劍的角色 那其實你練滿一隻角色 你本身就要花差不多 兩三百 不只兩三百 對兩三百萬差不多啦 兩三百萬 然後你要把他直接那個等級把他塗滿 那我們這邊要特別看喔 那這邊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是有兩個劍指的角色會加速25回合 等於我開場的時候就可以提升劍指令的掉落 接著的話是雅修 雅修這邊你是消耗8個以上的劍指令 行動結束之後會再形成3個劍指令 然後接著是我的五口修女 五口修女這邊還有跟你講說 你是消除8個以上的木指令 行動結束之後會再形成3個劍指令 所以等於我目前的隊伍 如果搭配丘倫的話 他們這邊你只要一直有消耗劍指令跟木指令 你會有遠遠不絕的劍指令 產生 所以你的版面上面會比較穩定一點 但是目前整個遊戲我比較偏向的玩法 就是以目前前期的狀態來說 因為現在這個遊戲他畢竟是不能斜轉 你也不能轉任何的珠 你的珠只能夠劍指令變成就是 公指令 然後再來法指令跟木指令 只能這兩個指令來做切換 所以反而變成你相關的被動技能 可能還有相關的一些技能的CD就要特別拿捏 所以我才會說這幾個卡比較偏向於像是 紀念卡的形式或者是功能卡 他不是一個主要的卡 就是針對我們這一次雲祭線的這個 他相關的限定的卡片來說啦 就是這個卡 好啦那我們一次集到傳說相關的影片 就要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就之後的話還是會以休閒的方式慢慢來做更新 因為遊戲的話目前他也是以周回為主 那之後他也會有其他限定的活動這樣子 好那之後的話就再來慢慢的再來推影片吧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是木棒 下部影片見 掰掰